今天想跟华航祝贺的这个主题 就是60年的这个米克朗基罗在做什么 大家都去过梵蒂冈 都去过圣彼得大教堂 进去以后右手边 你就会看到一群人 骑在一个雕像前面 就是皮耶塔圣上 那我用皮耶塔这个字 因为我很希望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古拉丁文 那我们现在的讲英文法文的怜悯啊 悲伤啊 都是用这个皮耶塔这个字演变出来的 可是不同 我特别要强调说 皮耶塔第一个字母的批大写的时候 它只指一件事情 就是圣经里面 耶稣定死十字架以后 尸体从十字架下来 圣母大哭出来的 那个表情叫皮耶塔 所以我们翻译成圣伤 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因为我问过很多人说 你觉得圣伤什么意思 不是很容易懂 其实是圣母痛死 就是母亲对儿子死亡是最痛的 最痛的事 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表情是大哭 然后整个脸都扭曲变形 所以长期以来中世纪 皮耶塔是这样的表情 耶稣的尸体是这样的形貌 就是表现这个皮耶塔主题 上千个皮耶塔摆在一起 你看到都是痛苦 撕裂 痛 这种沉重 焦虑 都是这样的一个感情 等一下大家看到 米开朗基罗 在他23岁 年轻的时候 接到一个案子 教会 希望他做一个皮耶塔 那有点像我们今天 我们常常有公家的某一种案子 委托一个建筑师或雕刻家说你做一个什么东西 可是我们怎么样突破所有传承的苛救 苛救就是说以前都是这样做的 妈祖像一直有他固定的样子 你敢做一个新的吗 你要面对着这些天后宫的人 他可以接受吗 我要问的是说 米开朗基罗当时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教皇要通过的 所有的主教都要审判的 你要被问很多问题说 你怎么会这样做皮耶塔 我希望这个故事的背景让大家知道 米开朗基罗的皮耶塔 为什么今天全世界这么多人去看 因为它是一个巨大革命 它等于把妈祖做到 你认不出它是妈祖 它要赋予妈祖一个新的时代意义出来 好 这件作品在圣彼得大教堂 大家都看过 都面对它 现在大概很难 都要跳跳跳 因为看不见 那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好 我大概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1973 1974的时候第一次到意大利罗马 然后我可以靠近他 我可以跪在他面前 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我可以抚摸耶稣的脚 我可以抚摸耶稣的脚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有很直接的接触 1975年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看法国的龙梦报头条新闻 有一个罗马艺术学院学雕塑的学生拿了一个斧头 砰就把圣母的脸给砸碎了 我就啊啊这样大叫出来 我们的邻居都跑出来不知道发生什么 这个两一战争 我说没有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雕像被打碎了 所以他重新复原 复原以后现在就防弹剥离 围起来你就不能靠近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蛮幸运 我是看过那个被斧头打过 以前的圣母的那个脸的 所以我今天也找到这个摄影家的作品 他其实是在打碎之前拍的 所以留下一些黑白的非常好的一些照片 也许大家可以看到圣母的细节 好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当时教会要怎么接受这个圣母像 米克朗基罗一直被质问 耶稣死的时候几岁 33岁 那妈妈应该是几岁 那米克朗基罗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他们说那他这个年龄 如果五十几岁 他怎么会这么年轻 好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你今天敢做一个妈祖像是新的吗 你要接受不断的挑战 因为钱是他们出的 所以他们要问你说 大众可以接受你这样的圣母像吗 米克朗基罗简直像考试一样 一关一关的过 他最后讲的很有名的话 就是San Virgin 就你们说圣母是处女 因为他没有跟人世间的丈夫 约瑟夫同房 他是圣灵受孕 是天上的鸽子怀孕的 所以他永远不会老 好 这句话让教会审判也很满意 因为这是你们自己讲的San Virgin 所以他为他自己的美学创作 他要创造一个超越年龄 超越肉体年龄 永远不会衰老的 圣母玛利亚做出一个新的形象 是高贵的 庄严的 他也一定会被问到 儿子死掉 他怎么会不痛苦 你知道他可以非常大胆的回答 耶稣是神之子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讲 耶稣有一次后来成年以后回去看他母亲 他说这个妇人我与你何干 你读到时候你会吓一跳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信天主教的时候 神父讲的我也觉得下午 我想我回去跟我妈妈说 这个妇人我与你何干 他打我一耳光 可是因为圣经里面要讲的说 上天的圣灵只是借圣母玛利亚来怀胎 他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代理孕母 那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神之子 所以因此他们的关系 又像人世间世俗的母与子 可是又不是 所以这个母亲在这个时候的表情 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充满了悬疑 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米克朗基罗七八岁就在做雕刻 十五岁他就已经是非常有名的雕刻匠 然后这个时候他碰到了 佛罗伦斯的一个家族 梅蒂七家族的第三代 罗伦斯说 我办了一个柏拉图学院 你来上课 所以他去读了希腊哲学 读了柏拉图哲学 柏拉图认为 所有的美是可以超越人世间的隔阂的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新柏拉图美学里的圣母 就是他是永恒的 他庄严 他高贵 他没有我们的笑与哭 他不会在一个儿子的死亡面前痛哭流涕 他不会扭曲 好我不知道 我倒回去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脸 是中世纪的 是中世纪的 到了米克朗基罗 他要创造一个完全宁静的东西 是人内在的灵性的高贵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你看到这个摄影师拍的细节 你可以了解到 这个雕像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革命 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在当时要大众接受都不容易 因为大众已经习惯 那个样子才叫做妈祖 所以你忽然给他一个非常美的东西 大家知道美是让人恐惧的 有时候 你不相信看看 你如果做一个新的妈祖像 美到简直像现在一个名模 他一定会反抗 他对美是本身会让人恐惧的东西 所以当时就是觉得 这个圣母怎么那么美 他不是应该在Pieta里 是扮演悲伤 跟脸孔都扭曲的角色吗 怎么他会这么宁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一个民族当中 最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教育 我再有一次看到波音飞机 他的失事 然后那个飞机行那边很多德国人 我看到他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 那个表情 我在想如果是我们的电视 很可能他有很多哭叫的画面 可是他非常安静 那个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了Pieta 我在想 是不是这个东西真的在教育很多的民众 是说 在最大的爱上面前 我是可以保有我自己的节制的 我情绪的节制 那这个是文艺复兴 这个是新波拉图主义哲学 魅学 所以米克朗基罗用这样的方式 创作了他的新的时代图像 那真的幸好通过了 那没有通过他可能就砸碎了 就是当时这个审判的 当时的主教 朱利亚斯二世 他是梅蒂奇家族出来的 他也有这个背景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文艺复兴当时其实有一个 佛罗伦斯这边出来的梅蒂奇家族 他们不断不断的把新的波拉图主义 跟希腊哲学慢慢慢慢放进到艺术当中 因为过去中世纪认为那个叫异端 基督教的信仰认为希腊是异端 可是这个家族 因为他做了波拉图哲学 他给Ficino很多钱 Ficino是当时懂希腊文 古希腊文 让他翻译很多的希腊哲学 因为当时被抓到的话 是要处死刑的 因为你等于在传播异端思想 可是这个家族用他的钱跟权力 保护了这一批艺术家 把新波拉图哲学 大家都记得吗 佛罗伦斯最有名的维纳斯的诞生 你知道那张画 就是这个家族要伯蒂西里画的 不然他哪里敢画 他一定活活烧死的 因为怎么可以画一个维纳斯 维纳斯是异端 他是希腊的 而且裸体 你怎么可以歌颂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家族 你们可以看最近 好莱坞其实拍了这个梅蒂奇家族的 一个影集 这个家族真了不起 就是从第一代的 Cosmos卖羊毛 后来变成银行 他们是最好的银行家 然后到第三代 罗伦斯尔拜新波拉图哲学学院 然后开创了整个欧洲的新文艺复兴 没有这个家族 根本就没有文艺复兴 那米克朗基罗是他们家族培养的 从15岁就在他们的家庭学院当中 学习 老师 我很希望大家细看 如果有机会再到现场 就感觉那个圣母 完全在自己的冥想当中 你不觉得吗 东方的观音有时候也是这样的表情 其实全世界在做美的思考 美的沉思的时候 是这样的表情 一种内敛的节制 跟自己对话的 而不是看到一个人的尸体以后大哭的 是跟自己对抗到底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是那个东西使这件作品变得这么迷人 圣母的手托在她的腋下 然后等一下放大耶稣的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手垂下来 可是这个身体也跟中世纪不一样 因为中世纪一定是遍体鳞伤 里面血迹斑斑 因为是钉在狮子架上卸下来 可是米卡朗基罗也改写了 除了不太明显的 褬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伤口之外 大部分其实是完美到惊人 就觉得 哇 怎么尸体会这么美 他就把美拿来作为一种对青春的歌颂 你会觉得是一个沉睡的人 陶醉在睡眠当中的一个年轻的身体 不是一个受苦的身体 你看一下眉眼 眉眼之间的感觉 好像轻轻的呼唤他就会醒来的 所以跟刚才我们看到中世纪的 我还是倒回去给大家比较一下 你不比较 你不知道原来可以有两个妈祖 圣母的做法 耶稣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中世纪是这样做的 其实时间不够 不然会放更多 大家看中世纪有各种悲惨的样子 而那个脸都是扭曲的 所以他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革命 才敢于把这么宁静的东西 提到人的面前来 那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容貌 以心灵的反应 跟面对刚才那种非常遍体鳞伤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他在提升你整个美的信仰 对美的一种自我节制动 因为我们在看雕像 我们自己会变成他 所以有一阵子我觉得我自己好老 因为我记得小学校园老 所以有一个很老的孔子像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身体怎么都不挺了 其实那个东西是在指导你的 因为如果在希腊广场内 看到各种意气风发的雕像 他走过去的人的身体姿势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知道 图像是潜移默化 你不知不觉就被感染 注意一下那个圣母的手 跟耶稣身体之间的关系 称了一块布 没有肉体直接接触 然后那个衣纹漂亮的不得了 手上有一个钉孔 小小的伤痕 可是他都不夸张 如果有机会 你在像德国这一代看到中世纪的 那个骨头都碎掉 然后那个血蹦开来 非常残忍的样子 可是米开朗基罗把他完全改写 所以倒回去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背 他到最后打磨 然后用最细最细的小羊皮抛光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大理石已经变成像蜡烛一样的质感 可是这个东西是米开朗基罗23岁 他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这个人一举成名 我后来有一阵子我觉得好悲哀 就是一个人23岁成名 接下来真的好辛苦 因为所有人都希望他重复23岁的东西 可是他有没有重复 他没有重复 我们看到他30几岁去接了一个奇怪的案子 就是画那个屋顶的天棚 他不是学画的 他是雕塑家 然后他每天要扛着那个很多的土爬上20公尺高的屋顶 然后自己去糊那个 他根本就像泥水酱一样去糊那个 因为Fresco湿壁画 每天你能够画那一块 你就只能做那一块 因为干了以后颜色进不去了 所以大概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日本曾经投资去修复过 洗过 里面的颜色可以很好几公分厚 那他是在那个天棚上画了四年 画完以后连颈椎都变畸形 他在挑战一个自己永远的难度 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进这个房间 好注意教皇是朱利亚斯二世 就是佛罗伦斯的梅蒂奇家族的 给了他钥匙 然后他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 不让大家来看 因为当时主管这个整个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群队 是罗马派 布拉蒙特 布拉蒙特非常恨米克朗基罗 因为你是佛罗伦斯来的 就是你台南来的 你想在台北站我们的码头 就是全世界都有派系的问题 所以米克朗基罗后来就把自己等于像囚犯一样 关在这个屋顶上 四年 有一个人进去了 拉斐尔 拉斐尔跟布拉蒙特很好 偷偷地打了一只复制的钥匙 在底下偷看 我想他大概头都晕了 没有看到一个人可以画出这么伟大的东西 拉斐尔就在隔壁画雅典学派 所以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伟大的时代 我常常跟朋友说 你看完这个就走了 旁边就是拉斐尔 一个大壁画 雅典学派 里面就有米克朗基罗 他就把米克朗基罗画在他的雅典学派里 他觉得他跟这样的人活在同一个时代 等于是回到了苏格拉底布拉图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 每一个都精彩 这些人都精彩 那所以布拉蒙特虽然跟米克朗基罗不合 可是米克朗基罗也觉得布拉蒙特 基本上的建筑的架构是了不起的 所以布拉蒙特死掉以后 他就替布拉蒙特做了屋顶的这个完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要讲六十年 六十年不只是自己的六十年 还包含了一个时代的六十年 很多东西是累积起来的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们知道美是历史的加法 你必须要加在一起 如果你一直用减法铲除 他就没有东西可以累积 所以现在大概到西斯丁教堂抬头去看 我还是要说我很幸运 因为我去的时候 就是大概1973那个时候 他还是教堂 所以我是名正言顺的 跪在底下做了一台弥撒 所以用做弥撒在里面听到所有的圣乐 然后看屋顶上的东西 后来去的时候很可怕 因为根本没有座位 全部都站着 然后一直就有管理员 就要大家安静 因为即使安静那个声音都像海浪一样 里面轰轰轰 因为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可是真的伟大 就是你要想象 他要设想人是从底下隔着20公尺高 去看一个人体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密密麻麻的 以这九个方格为主的 我常常讲说 他其实就是绘本 圣经讲创世纪 怎么创造了星球 怎么创造了亚当 怎么样有大洪水 他就把一段一段圣经的故事 画成九段的画 其实就是绘本 跟我们今天讲什么伟大的艺术创作 其实不是 他就是为了宗教信仰这个东西所做出来 可是你放大以后 你可以看到那里面的力量 第一块 这个创造的神 在天空当中分开光明跟黑暗 第二段 非常强的命令星球的出现 而且他是用电影的手法 他命令星球出现以后 他就离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两个身体 其实时间在延续 时间在延续 然后福在这边把陆地海洋分开来 这是创造自然 光的出现 星球的出现 星辰的出现 水跟陆地的出现 宇宙的创造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局部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表情 就是完全命令的 一种指令式 说天空 太阳要出来 那读圣经的文字 最后让他变成一个图画性的东西 我很喜欢的是他这些不重要的人物 就在旁边 拉着那个教皇的 徽章的这些人体 非常非常巨大 非常强的 你在20公尺底下看的时候 视觉上最强的是这些身体 变成一种很抽象的 人对抗时间 对抗空间的一个巨大力量 他里面很特别 刚刚讲说他不是学绘画 他学雕塑 可是他把很多雕塑的光影 放进绘画里 造成很强大的立体感 而且产生各种人物的 动作 变的动作 因为中世纪人物比较静态 比较没有动作 他让人整个动起来 而且各种不同的 我常想做他模特儿蛮辛苦 因为他都要高难度的动作 做出来 你看像这个 他等于手整个拉到后面去 而且他想要表现出 人惊慌恐惧 各种灾难当中的表情 这个其实放到21世纪 你还是觉得在现代化里 是不得了的作品 就完全超越了那个时间感 然后是人的创造 亚当 第一个男人的创造 然后第一个女人 夏娃的创造 然后亚当跟夏娃不听话 就吃了苹果 被赶出一点源 赶出前 赶出后 又是一个电影的场景 这是最有名的一段 他这一段停了好久 画不出来 什么画都不满意 一直惨掉在画 后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 他那个传记 讲他跑到罗马 七个山丘上 躺在那边很沮丧 就看天空的云 他最后说 其实亚当的创造 是两块云在靠近 就右边有一块云下来 然后有一块云 在土地里的亚当的身体 他两块云慢慢慢慢在接近 而中间有一个 像一个能量的东西在接触 而那个手指跟手指 并没有完全碰在一起 可是因为二十公尺高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生命的流动 好像那个生命 就借着那个手指灌注出来 大家知道他多有名吗 他变成一梯 一梯全部人鼓掌的 那个手指跟手指接触 从这里来 他变成一个非常高的象征 就是说 人在所有的生命 给予的过程里 是手指跟手指的触碰 一个touch的东西 我刚讲是这一块云 这一块云 然后中间的一个接触 你看他做多少张素描 然后最后把草稿贴在屋顶上 打了洞 用粉 铺粉 拿下来才开始画 他有很多工匠的这个技术的过程 所以他素描基础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最迷人的一段 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抽象的心理象征 隐喻的东西 然后两个手的表情也不一样 一个在等待 一个在给予 两个手是不一样表情 大家知道印度系统 比如佛教系统里面很多手印 其实也是用手 什么叫做无畏 让你不要害怕的 什么叫做施语 给予 左手往下是给予 那右手往上是无畏 不害怕 其实他就是不用语言 而是用手的姿势 来做各种的表情 亚当夏娃 我觉得这个神很好玩 这个神弄了一个伊甸园 说他是一个乐园 你们在这里什么都可以玩 什么都可以吃 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就有一棵树 那个果子千万不要吃 我大概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领袭 我就跟神父说 我大概也会是亚当夏娃 因为反正教官说 什么都不可以做 我们是一定会去做的 我就觉得圣经里面 其实预含了一个人 这对神的叛逸 最后他们果然就 被犯了错 就被赶出了一点远 可是我不晓得 我想西方现代的文学里 常常在说 人类从赶出一点远以后 才做了自己的主人 以后所有的灾难 痛苦焦虑烦恼 都是你自己负责 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流放 你一直住在一点远干嘛 你就是宠物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米开朗基罗 一定思考了这些问题 然后怎么去创造 他被处罚的亚当与夏娃 然后他旁边还画了 很多的先知 各个不同圣经里面 提到的先知 这是戴尔菲先知 注意一下 我们有时候不叫米开朗基罗 是唯一复兴 而是他创造了一个 新的Mannerism 那个很难翻 有人翻曼纳主义 有人翻角式主义 就是说人都不是 好好正着做的 他一定转 上半身往一个方向转 下半身往另外一个方向转 像扭麻花一样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 巴洛克建筑的来源 巴洛克后来的柱子 都是圆 这样去旋转上去 他喜欢旋转性 而不喜欢直线单一的古典性格 所以你看到这个身体 好明显 他拿了一本时间大书 上半身往左边转 下半身往右边转 就是一个扭曲的旋转的 一个造型出来 米开朗基罗 很确定自己是先知之一 所以他把字画像 画成Jeremy 先知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真的很特别 就不止拉菲尔 把米克朗基罗画在他的雅典学派 米克朗基罗自己也把自己 画在先知当中 三十几岁 他已经知道 我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先知 我开启了新的Pietta 我开启了新的创世纪 所以我觉得里面有一种自信 自豪 对自己时代存在的 意义跟价值 这是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 才三十几岁 变得好老了 就有人认为说 这四年真是大苦共 他最后就把自己 这个很老的样子 画在先知当中 他大概 五十岁六十岁以后 又回到罗马 那个时候教皇已经 画了最后的审判 最后审判 是讲所有的死者 活过来 有的上天堂 有的下地狱 然后他把自己 画在这里 在天堂跟地狱之间 是一张 剥开的皮 就这个 这是他自画像 就是好像整个肉体 全部被剥开了 只剩下一张皮 掉在空中当中 我想这里面都可以看到 一个艺术家 对自己非常奇特的 创造力的表达 那我如果把这一段放大 我觉得简直像 现代的培根的话 就人体的扭曲 人体的变形 他就会把自己 画成一张人皮 好像他已经把 所有的热情 passion都耗尽了 变成一个 浮在空中 被风吹来吹去的人皮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说 这个艺术家 23岁就成名了 我还是要回到23岁 就是说 当全世界为你鼓掌 说你变成了伟大的人 23岁就变成大师 好像很了不起 可是多么多么多么 悲哀的事 多么多么可怕的事 因为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还是要讲说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你重复自己 你再做一次 像皮叶塔 那么美的生命 可是皮叶塔 后来继续做了三次 在他70岁以后 到接近90岁 89岁 做了三次 可是大家看到 他一直在改变 这个时候 他身体很不好 他有一段时间 听说连穿鞋子 都没有办法穿 就是那个 整个关节 几乎都坏掉了 所以他觉得 自己大概不久于 人世 他想要为自己的目的上 放一个纪念的雕像 所以这个像 一般人认为 是他的自己的雕像 然后下面就是皮叶塔 就是他23岁 第一次成名的作品 可是现在大家 回想一下 23岁跟这件作品 中间相差了 这么长的时间 五六十年 你会看到 完全不一样的表达 好像会不会觉得 23岁真是年轻 青春 华美 高贵 其实23岁 大概人生 最伤痛的事 都还没有碰到 可是现在的 米卡朗基罗 力尽畅上 他好像懂了 什么叫死亡 什么叫做痛 然后圣母的脸 紧紧的贴在 耶稣的 头额之间 好像想要把 自己的体温 全部给那个 冰冷的尸体 这个跟刚才我们看 23岁的表达方法 完全不一样 好像回到了 中世纪的痛 可是又跟中世纪的 那个扭曲的东西 不一样 里面有一种沉重 你可以看到 像耶稣的身体 也是用 Menturism的 这种扭曲的方法 特别是那个脚 几乎是一个 站不起来的脚 你现在再回想 23岁 它是一个 多么宁静的睡眠 多么安详的睡眠 可是现在是一个 扶不起来的身体 可是旁边 圣武跟玛德莲娜 这么希望他站起来 努力的想要 把这个身体站起来 其实我们有时候 在亲人的死亡面前 大概会做两个动作 一个就是 努力的抱着他 想把体温给他 不要让他那么冷 不要那么冰 另外一个就是 很想把他撑起来 怎么会站不起来 那这两个 都是 60年后 米克朗基罗才懂的东西 就是皮特原来 应该要把重点 放在这里 他忽然觉得自己 23岁太年轻了 怎么做了那么漂亮的东西 有点像托斯泰 在忏悔自己一样 米克朗基罗也在赎罪 也在忏悔说 我太年轻了 我不懂痛是什么 现在他懂了 他要把这个痛 再做一次 而放在他的目的上 作为一个纪念 而且大家也看到 很多的刀斧的痕迹 他不再抛光 刚才讲说 他用小羊皮磨光 他不做了 通常艺术家 年轻的时候的那种 金雕细枣 到某一个年龄 会变成大刀阔斧 大刀阔斧绝不容易 大刀阔斧 年轻搞就是粗糙 可是到老年 他就是要放 因为他收过了 他收过 所以你看到 苏东坡写韩世帖的时候 已经从监牢出来 中年以后的时候 他那个笔根本完全放 可是他年轻时候 一定也金雕细枣过 是两个不同界 米卡朗基罗最明显 你会看到 他越到后期的东西 越粗犷 大刀阔斧 他已经不是为了 要讨好观众 因为观众 还是要金雕细枣的东西 我常常也跟朋友 开玩笑说 米卡朗基罗做了四件皮液堂 其实大部分世界上的观赏者 都停在他23岁 我们并不见得 一定接受他的 后来的这个表现 因为比较沉重 也比较难 那那个年轻的华美 是比较容易懂的 比较容易懂的 所以美也有他的惰性 有时候我们希望 赖在那个美当中 有一种陶醉 可是当然要小心 因为23岁的那个美 如果太过重复 它会变得很廉价 在世俗的市场上 也很容易贩卖 这样廉价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它是比较深层的 比较深层的感觉 我很希望大家看一下细节 虽然刚才给大家看 很多细节是说 石头可以变成蜡烛 可以变成这么柔软 羊皮磨过 变成这么细致 现在相反是希望大家看到 这样的一个脸 里面留了这么多粗糙的刀痕 它有另外一个感动 就是让你觉得里面 每一刀都是磕得这么深 那个绢磕的痕迹 其实也就是痛的痕迹 它根本就不去打磨了 不去做细节的这种打磨 而耶稣的那个头 完全垂不起来的 那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 以一般人来讲 如果是米格朗基罗 最后给自己死亡的一个符号 在墓地上的符号的话 它好像有点从上面俯瞰 这就是人生 别它是每一个生命 最后要做的功课 亲人的死亡 跟亲人身体的告别 自己的死亡 跟自己身体的告别 它用六十年的时间 慢慢去懂 原来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功课 不是圣母要做 不是耶稣要做 是每一个人最后 要给自己做的功课 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些细节 就是这里的表情 里面有好大的苍凉 我们讲的苍凉是说 经历过繁华 经历过青春 最后回来 接受了他的衰老 那个时候苍桑出现了 就是他必须是时间 因为苍桑就是讲时间 苍海变桑田 桑田变桑海 他没有快乐或不快乐的问 他其实是在讲时间 一个漫长的时间 你会看到他的变化 像这个圣母的脸 那一般人一定会觉得 二三岁太厉害了 怎么这么多细节 这么漂亮 所以你可能会排斥 这样的雕法 可是我也要讲说 这样雕法可能更难 因为他放弃了好多的东西 他连细节都放弃了 他也不去讨好一般的观众了 其实是更难的 可是有没有感觉到 这里面其实是有表情的 而那个表情的哀伤 内敛的哀伤 可能比二三岁还要多 还要丰沛 就是那个好像被泪眼模糊的 某一个画面在这里出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伊文 刚才也二三岁那一件 也给大家看了很多伊文的细节 他现在的雕法 我们刚讲用的大刀过斧 就留下所有刀斧的痕迹 有点像我们自己人生 走过一路走来 所有的伤痕斑斑 那年轻的时候 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打磨光了 等于是没有伤痕的记录 可是现在看到全部伤痕 然后耶稣的这个手 其实一直在扭曲 从肩膀开始就在扭 像一个麻花一样 到这里 手掌还反上来 所以他是一个 刚才我讲Mannerison这个字 就讲他的脚式主义 就是他不喜欢太过水平 跟垂直的线 他希望是在旋转里面 找到那个线的力度 后来就影响到后面的贝尼尼 就是巴洛克的很多的柱子 都做旋转 旋转的状态上去 其实他 比如说人体的结构 他非常了解 所以你细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膝盖 其实有他的 解剖学上的厉害之处 可是因为刚才 我们看到很多大招阔斧的时候 我们以为 他好像已经放弃了解剖学 其实你仔细看的时候 这个骨骼的转折 都有基础在里面 从一个侧面看 因为雕塑是立体的 所以常常有时候 希望说朋友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看一个雕塑 他忽然会变得很抽象 就是刚才我们正面看到的 所有的形貌 从另外一边看的时候 留下来就是大的 那个石头基里的 块状的东西 这件作品 我自己非常喜欢 他其实在他身边 留了很久很久 长达十几年 他都继续在雕 那这个时候 他好像不像二三岁 二三岁那个作品 是人家委托 委托所以你必须要有 限起什么时候要交建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定的计划 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一个 所谓的完成 然后把这个完成交出去 我不知道 我想在座如果有创作经验的朋友 知道创作有时候 如果你不是为了别人 委托给你 你是永远做不完的 我想红楼梦会一直写下去的 到死亡那天 很多作品 如果一直在身边 那如果卖出去了 别人收藏了 你没办法 可是如果在身边 你大概懂事 又会去动一动 又会动一动 它有点像人生 它其实是一个 没有办法 全部完成的状态 所以那个未完成 我觉得在美学上 非常有趣 就是 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一个 不断可以修正它 跟修改它的可能 所以这些作品 你就会发现 它一直在修 一直在修 然后最后出现一个 主要的东西 它把自己的像也拿掉了 就圣母的脸 从上面俯瞰 耶稣的死亡 然后充满了一种悲悯 可是你到现场 你一直在转 因为我一直希望 我看得更清楚 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模糊 我们只能看一个画 或者雕塑 我们希望把焦距 能够对焦到 比较准确 可是始终是 没有办法对焦的 我后来想到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摄影师 叫尤金斯密 他曾经到日本的 那个被污染的 那个村落 去拍很多的照片 那他技术非常好 他光影 各方面都很讲究 可是因为他拍那个 重金属的污染 然后很多受害的工人 那些工人已经成年 然后那个母亲要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植物人 母亲就必须要 每天在一个时候 替他们洗澡 裸体的洗澡 然后这尤金斯密斯 就跟他们变成了朋友 固定的时间到那边 去拍这张照片 可是他说 他现在流行的那张照片 不是技术上最准确的 因为他说拿起来以后 他想起来 自己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每天这个时刻 看一个妈妈给儿子洗澡 他觉得他泪眼模糊 然后他就按下了快门 而那张照片 是他最有名的一张照片 就是我想这里面 有一个矛盾说 我们总觉得艺术的精准 是在技术上的绝对准确 可是不一定 还有一个是情感的准确 情感的准确 有的时候是泪眼模糊 就是你面对 这样画面的时候 你觉得你根本看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想 跟朋友讲说 我觉得米开朗基罗 后来很多圣母的脸 好像老是对焦对不起来 那会不会他刻意 要把这样的一张脸的悲哀 内敛到最后是在泪水后面 那因此他不是像他23岁做的那样的作品 然后这件作品其实变形变得非常厉害 因为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肩膀到这只手 非常巨大 非常巨大 几乎在人体的比例上是不合的 而相对讲起来 那两个腿是完全萎缩掉的 好像是一个受过伤的 得过病的腿 完全没有力量可以站起来 然后你看到圣母的表情 在看这个死亡 同时她的手穿过耶稣的腋下 这个手刻意的巨大 而且有一个姿势说站起来 好像命令一样说你给我站起来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母亲的痛 你怎么可以在我的面前站不起来 我觉得这个时候 跟她二三岁想要表达的皮尔塔 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而这个东西是一直在思考的 就是一个艺术家到最后 加入她对生命的很多哲学 她才会一直修图 一直修图 要做出她认为对的皮尔塔 而这个时候她不是为了别人做 是为自己 不是委托的案件 也不要接受考试跟审判 就是自己要问自己说 我觉得活到现在 七八十岁 我的皮尔塔是什么样子的皮尔塔 我相信那是创作里最伟大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讲六十年 对个人 对企业 对国家 对社会 其实是一个不断自己问自己的过程 我还可以不会更好一点 我还可以不会有更多一点的领悟 所以可以把它推到更高的 一个层次上去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感觉到 我刚刚说那个泪水的 后面的耶稣圣母的脸 这张脸也是 玛德莲娜的脸 就其实它好像刻意把它们变模糊了 可是雕塑要变模糊其实非常不容易 可是它这么大胆的 让它变成一个模糊的状态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像云刚的佛像 因为年代太久了 一千多年 所以它在风雨当中 最后斑波漫幻 可是你会觉得里面有一个力量 是比那个完美的更强 因为斑波漫幻本身是时间 时间加进去的东西 可是米卡朗基罗斯在六十年当中 懂了他要从二三岁的撇淘 开始转移到 升华到他七十岁的撇淘 很多东西他都剪掠掉 圣母的手非常的刻意夸张出来 包括那个青筋的暴露 可是耶稣的身体又非常的抽象 我们当然不怀疑米卡朗基罗解剖学 太厉害了 可是他这个时候也没有刻意要表现解剖学 他只把肋骨肌肉的某些东西 用很抽象的方法就传达出来 这两条腿 我都很希望大家脑海里有一个二三岁 所以随时来做比较 可以对比出生命有意义的六十年 什么叫做有意义 这六十年到底可以让自己进步到什么程度 好 然后我们看他最后一件 Rona Nini Pieta 这一件在米兰 所以过去又带很多朋友 我们从罗马进去以后 就进圣彼得教堂 看他二三岁 然后坐个火车到佛罗伦斯去看他的七十岁的那两件 然后再到米兰 看他最后的野党 然后顺便看米卡朗 那个达文西的最后晚餐 然后飞回来 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带朋友走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那条路是一个创作者六十年的路 而也是文艺复兴最精彩的那个六十年的这个路 那这件作品在斯福萨古堡 那很多人都错过了 这几年去的人稍微多一点 以前常常很多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件作品 那他在八十九岁去世前几天 他的日记里面还写到这件作品 他还在做 而且旁边有人看到说 那个斧头让石片飞起来 蹦到他脸上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八十九岁的老人 在雕这件作品的时候 还是这样子充满了热情跟精力的 那这件作品非常特别 因为你看的时候 你发现他一件比一件少一个人 最后就只剩下圣母给耶稣 而你从正面去看的时候 觉得好像是耶稣背着圣母往天上飞去 因为他是一个往上的直线 所以跟我们二十三岁看到他一个 非常古典的三角形 造型也完全不一样 那比前面两件作品更单纯 有点往极简在发展 可是他的丰富是 如果大家去Sforza古堡 看这件作品的现场 你从左边看跟右边看 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造型 就他在思考一个雕塑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会提供好几个面 比如说这个是在右边看过去 右边看过去 你发现圣母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台座上 所以他把整个身体贴着 耶稣的身体 你在现场你会很明显看到 圣母用什么力量 大腿 用大腿的力量拖着 耶稣的臀部 想要把他拖起来 记不记得上一件是手 手指在指着 要他站起来 现在是你觉得他手的力量不够 是用全身的力量 用他大腿的力量 把他臀部这样拖起来的 拖在这里 所以跟我们刚正面看 以为背着的那个表情 其实是不一样 他刻意也把耶稣拉长 这里好有趣 你看这个 这个手就是刚才上一件的手 记得吗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下垂的耶稣的手 他也做了 可是后来他把它去掉了 他又留在这里 就是草图 他正在修改 他大概觉得那件作品 是不是太沉重了 他希望最后 有点像一个临终的死亡 在很大的痛当中 最后其实有一个灵魂的升华 跟新布拉图哲学有关 其实跟基督教也有关 最后其实有一个东西 忽然解脱了 最后可以解脱掉的东西 好 左边 你发现左边这个手留在这边 构成这个月牙的弧线 构成月牙的弧线 所以这边看起来 非常明显是往上飞起来 因为它有一个往上升的 弧线的感觉 好 所以很希望大家如果在现场 一定要从两边去看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赋予了雕塑一个现代 非常重要的影响 后来的Giacometti这些人 其实从这里跑出来的 就是极简的身体 Giacometti会做瑞士的这个雕刻家 他会做一个人体 完全是写实的 然后慢慢去掉 他说他要看人最后去掉 不能去掉那个部分 就变成Giacometti的那个雕像 这里面其实都跟哲学有一点关系 而我觉得他继承了 米克朗基罗这种 最后追求一个非常单纯的 一个线条 好 我们再回到正面 你可以看到圣母跟耶稣的 耶稣的脸非常的抽象 可是我一直用草图的观念来看 他因为在89岁去世前 他还在做 所以当然你确定 他并不是完成的作品 他如果没有死亡 他还会继续再雕 所以因此他保留了很多 草图的概念 我们下面看一下 圣母的脸 圣母的脸刚才记不记得 前两件是非常贴近耶稣的 好像想把体温给他 现在其实有一点转过来了 那这个转过来 也是他可能思考的一个表情 说有时候真的不忍看 最亲人的痛 其实你是不忍看的 那他觉得到底我要怎么做 这个脸 一个是靠近的 一个是转过来的脸 所以等一下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少数的朋友在这个现场 看到有两个脸 这里有一个脸 他在修 看得出来吗 眉毛眼睛 他把这个脸后来又打掉了一半 他还在思考 到底应该在亲人死亡的时候 是贴近他 还是转开不开 那我觉得这个在艺术上 是非常惊人的东西 就是只有自己的草图会 不断的修 因为还没有定稿 而没有定稿 所以人性里面 有各种摸索的这种可能 那太快容易定稿的东西 其实都是比较浅薄的 就是他不会有那么深刻的 去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件作品虽然没有完成 是非常非常值得 作为米克朗基罗 最后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具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名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